春節連假路邊停車隔一位難求 停車場雖然貴了點 但總比沒有好 離開前得繳費 免得出不去使用者付費 不過卻有民眾 來嘉義市區這個停車場 近來繞一圈 沒有車位又繞出去 卻被收錢 發票上顯示 進場時間12點07分 離開時間12點09分 短短2分鐘卻被收費20元 覺得停車場在搶錢 應該不太合理 因為它是一小時20塊 對啊 那其實並沒有那麼久 當然不合理 因為我們剛進來的時候 它上面顯示的車位數 雖然是000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進來 兩分鐘收20元 民眾都覺得不合理 認為應該有不收費的時間區間 而且停車場明明車位都滿了 還一直放車進來也很怪 質疑管制有問題 沒有 我們都 我們全數都退還給客人了 而且是他的 他的使用的方式錯誤 因為我們的免費時鐘數 是不用經過製作腳飛機的 他就直接出門就可以了 業者澄清進入停車場 五分鐘以上 每小時收20元 五分鐘以內不收費 可以刷卡直接離開 不過再看看門口告示牌 卻一個字都沒提到 難怪民眾不知情 兩分鐘差點被收20元 當怨大頭 記者後 國文嘉義報導